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关怀身心障碍朋友的权利 了解无障碍空间的需求 22号的上午在南浦公园 特别举办了109年国际生障日 平等融合力量无限的野餐爱事集 以及接艺嘉年华活动 邀请了十多摊由生障朋友组成的爱事集 以及体验活动 期盼唤起大众给予身心障碍者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也建立他们的自信勇敢来参与社会的活动 联合国订定每年12月3日为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今年也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RPD推动第六周年纪念 花连县知体商城福利协进会为响应活动精神 22日上午在南浦公园 举办109年国际生障者日Let's Go Picnic 平等融合力量无限野餐爱事集介义嘉年华活动 超过食摊由生障朋友组成的爱事集 并设计生障体验闯关活动 要请民众了解及感受生障者的权益及需求 我们协会承接这个残障的活动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说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者可以走出户外 因为我们社会大众接纳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那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认识也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政府也非常大力的支持我们办这些活动 所以也给我们很多的那个经费的支持 那社会大众的话也常常看到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认为说其实我们跟一般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就是行动比较不方便 那当然我们出来的话是需要很多各方面的配合 就是无障碍的设施啦 那当然就是也获得非常多的协助 出来户外走走也是心情很愉快 因为平常你都是待在家里 那借这个活动出来 那就是也跟大众就是融合在一起 我也觉得说非常的好 那也谢谢社会各界 其实对我们的接纳程度也是越来越高 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一文推广协会 也邀请轮椅歌手及视障歌手 分享各自的生命故事并带来表演 怀孕生小孩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身障者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怀孕也就罢了 那你顶多躺在床上多躺一些时候这样 问题是在就是就是带孩子这个部分 下楼的时候我会我会先下一个 然后再抱他下一个 然后我再下一个再抱他下一个这样子 对然后上楼的时候呢 我先抱他上一个 然后我再坐上去一个 对我是用坐的 对所以我们家楼梯很干净 所以就是这样子度过他 不会走路的那段时间 期盼透过活动 让更多人关心身心障碍朋友的权利及需求 唤起大众对身心障碍者人权的重视 给予身心障碍者其团体更多关怀与支持 建立自信并勇敢参与社会活动 记者讲帮宴吉安湘报导 第三公分的目的任何人 打成之前